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帶來的是 中路克里希的遊玩過程 那克里希他一樣啊 他的有沒有看 他的一技呢 是會往前發出一個這個衝擊波 然後他二技呢 等一下二技出現 你會發現他有個圓圈圈 可以把人啊 或者是小兵彈起來 那大家招也是一個大圈圈啊 會打到裡面的人 那我們通常克里希的接招看個人習慣啊 我之前會用二技齁 那個圈圈把別人彈起來 然後再用一技丟他 但你也可以先用一技先Poke他 就是先消耗他 因為二技要丟到的人 可能要練一下 像我那個飛類齁 那個二技都很少刺得到的 那這邊你看我一技好像有點沒有丟到 這時候 我把自己當坦克齁 躺在 這個 擺在隊友前面幫他吸收上來 這時候 剛好 你看我這二技又沒有丟到 這時候 感覺有希望 但是因為對方吃了補包 所以 成功逃脫 但是還好 好 那我們有了鞋子之後 爪路比較快就可以支援 這時候我們要看小地圖 你看我現在就是先大招先放 讓對方遲疑一下說 你要不要跳進來啊 要不要跳進來 好 類似有隔開戰場的效果 那你會發現我們如果要丟到人 最好躲在草叢裡 這差在哪邊呢 就差在有沒有心理準備 因為你在他前面他會有心理準備 所以你可能會用技能丟他 可是如果你躲在草裡面他就沒有準備好 那這裡我就先清一下 不要這時候看到圖哪 就先閃 所以這告訴我們一件事 就是同學我們不管做什麼事都要準備好 好 凡是欲則利不欲則肺 我們要先準備好 那準備好不是只有心理準備好 像最近武漢肺炎 他說你說我準備好 這個武漢肺炎疫情 他可能的流行狀況 可是那你有沒有準備好怎麼 譬如說怎麼做好預防的動作呢 這也是要靠學習 那這時候你看我二技有沒有中 我只有打到小兵 這時候我就是用一技消耗他 然後用大招躲進樹叢 躲過這個垮克的勾之後 其實我沒有想要跟他打 因為我的這個 哎呀好準的勇 這個藍快沒了 然後趕快回來清兵 這時候因為藍真的沒了 沒得完 然後就會 回去補一點 這時候要看小地圖啊 這個 我們這邊的打野齊羅被 追殺 你會發現我現在就是 有沒有 先用個二技 因為 對方在跟我們 隊友打 所以他比較不會動來動去 那利用這個機會呢 我們就 二技比較好打 然後打野說 請凱撒路提醒說 DN消失 這也是什麼 心裡要有準備 我們說 幸願行 其實 我們說 願也是這樣 你有個願望 你有個願望之後 不是每天在那邊做白日夢啊 你要準備啊 你要準備啊 所以現在 人比較麻煩的是 沒有願望 沒有夢想 當然 一般人的夢想可能就 跟 自己有關嘛 但是我們的夢想要大一點 什麼是大一點呢 大一點夢想就是 放下自私自利 幫助別人 這是夢想 我們現在去支援 你看 這時候我也是 放著大招追著對方跑 你會發現我組點這個一技人 因為一技人 冷卻時間比較短 然後比較容易打到別人 我這個勇 很會玩 他會累積被動來打人 這時候呢 我們三打二 但是我選擇 其實我選擇要去偷吃他們的補包 因為他們一直躲在塔後面 這是很正確的決定啊 那 犧牲我 換一個 兩個人跟一個塔 這樣還可以 哇 這時候要小心一點 這時候我要去追對方的射手 哇他很聰明 躲進草叢 這場比較好的是 隊友配合的都很好 就是我往前衝的時候 不會發現 哇怎麼只有一個人 那這邊我出惡魔的微笑 因為 我這場 雖然是法師 可是 有時候竟然也在躺傷害 就是承擋 承受對方的傷害 這時候 衝進來 我這時候 你會發現我是要保護我們的特爾阿納斯 但來不及 但至少 換掉對方一個 呃 悟空還追我 救命啦 你看我 慌亂之中亂丟技人 我真是普通人啦 而不是職業選手 但是職業選手每天都要練習13個小時 這個我也沒辦法 所以 我們 工作跟娛樂要分清楚 我 怕就是什麼 你工作不認真 娛樂太認真 這樣不好 那你如果工作很認真 欸這時候 唉呦我看一下我們 打野差一點 馬上物攻還回來 阿這打野 我怕打野危險 所以衝上去 要幫他躺傷害 這時候趕快勸退 勸退對方 阿這個血量 再偷打一下小兵 這時候 這時候 隊友要去打魔龍 我先把下路 清一清 但是我這邊有個失誤 就是風險沒有考慮好 你看阿 這也就是我的失誤 我剛才應該把下面的補包吃掉 這時候看一下 雙方的經濟 對方圖龍最高 所以 打一般場跟排位 唉呦這時候 我想保護一下我們特 那個打野 保護一下我們打野 幸好 哇他那一點點血跑掉 這樣可以了 如果打排位的話 可能 跟打一般場 這個 樂趣不太一樣 你看我利用大招 想要逃過 阿但是我太心了 就多打他一下 所以這場已經 唉呦這時候 還不走 這時候好你不走 換我走 我勸隊圖倫之後 你看我這次學過來了 就趕快可以補的 先補一補 像一般場比較像人生 那排位場就好像 有挑過 就好像你去參與國中 那邊同學都是考試進去的 這時候 竟然被搶走 這時候對方也蠻強的 那這個一般場就像 我以前 譬如說小港 高中 小港國中一樣 我的母校 就是 是按照學區進去沒有跳過 這時候還幫助一下隊友 那 哇 我們這麼多人打 這個 垮克 這時候 我也是 把兵線帶進去 勇真的很準耶 蠻厲害的 這時候 大家看到圖倫 突然是行動力真的很靈活 但是 我們一堆人好去追他 終於追到 那我剛才出了一個最新裝備 那記憶寒之火 那就是因為有這個裝備 所以 還有另外一件裝備 所以這一版的法師還蠻強的 那 加的這兩件新的裝備 就是跟磨窗有關 那我站在這邊 其實要保護我們射手 所以你看我也沒有丟 欸這時候 哇這時候你看 悟空進來 我就先放大招 這時候看到 草叢有人 所以多草 大部分都可以成功 就是 但是沒想到 欸 哇賽他還回來 哇艾迪太強了 我本來以為他要跑掉 結果他還回來要打我 真是蠻強的 欸欸欸欸 哇 我想到剛才喔 缺一點點血被打掉 哇趕快跑 哇已經閃紅燈了 所以這一場算是穩炸 穩打 那這一板 克里希 走 中路是還可以 因為他比較有簡單 就技能組比較有簡單 那我現在也是 觀念就是要保護這個 特安娜斯 喔 勇 勇被抓到了 把艾迪跑掉 那我們就先把小兵輕輕準備把線帶進去 所以我最近在看那個 世界大戰的歷史 一次世界大戰 二次世界大戰 裡面一個很重要就是集結 集結的速度 喔 這時候 我先放大招進去 那這一場就 結束 那也感謝 大家 謝謝大家